第一題使用酒精燈時下列何者為正確的操作 A 實驗前將酒精燈瓶加滿酒精這個是錯的 我們說我們的酒精要添加到八分滿或三分之二滿 並不是加滿選項A錯誤 B 熄滅酒精燈時用嘴吹息燈心 這個也是錯的 我們說我們要用燈罩蓋息 而不是用嘴吹息 所以選項B也是錯的 C 點不著時拿別組點燃的酒精燈互點 這個也是錯的 我們說點酒精燈的時候要用打火機或火柴點燃 不可以用酒精燈點燃酒精燈 這是因為酒精燈夠多的關係 如果用酒精燈點燃酒精燈 酒精很容易潑灑出來造成危險 所以選項C是錯的 豬 不慎打斑酒精燈導致起火燃燒時 應迅速用濕抹不蓋洗 這個是對的 就是我們教過各位 我們在使用酒精燈如果不小心打斑 而導致起火燃燒時 要用濕抹不蓋洗 所以 第一提問 下列何者為正確操作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不慎打斑酒精燈導致起火燃燒時 應迅速用濕抹不蓋洗